慘死的孫偉士或許最終也不知道 他的乾爹周恩來為了自保 也做了一件送他進鬼門關的事 曾擔任中共黨魁胡耀邦智囊的軟名 在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一文中記錄 我記得在周死後一年 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 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 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 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偉士 那麼再說回江青為什麼要往死裡整孫偉士呢 一個原因 孫與毛澤東的關係令江青極恨